我没有选举权了,我大陆人 即是选举,我也没有选举权,也没有被选举权 所以我讲话,可能应该相对中立电队可以在这里 我想讲一个,我想开始讲一个问题 我十七岁,十七八岁做反鸭名,1974年 当时在广州受到很多逼迫,我们香港人,大批香港人 想来支持我们,而且在那边,当时一次事件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年纪大一点都知道的事件 如果不是香港人那么多支持,想讯息传得那么广告 我们坐牢坐牢很多时间的 刚刚坐牢,没有坐牢多久,所以我心里很感谢香港人 另外一个问题,我想讲的是 现在看到香港人出业这么早,我很感动 我自己真是长期,你说为民民民族是好又什么好 也不知道我一直都是争取民主,争取民主的人 后来出到这边,大陆的人,议会这件事我想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呢?大陆的人,你看到那么多团体 有一个团体,有人只是政府成立了几个,党派就不知多少党派 但是领导三个人可以成立,两个人可以成立,一个人都可以自己输 成立了这么多党派之后,出了什么问题呢?大家最真的人不是中共,最真是对方 任何其他人,任何这样的民运动,打了几十年以来 你看到形成不了一个声音,所以成问题的是什么呢? 民运动,这么多声音之后呢,来了美国之后 像郭波登 频道,都要回去做村中山,那發出的问题就是 他们对美国的民主制度,你向往民主,你来到西方民主制度 你应该是了解这个民主制度 你能去的解,个个很多人英文都不懂的 这样,所以这个真是很深刻的教训 你知道,刚才讲的是,海外的华人有6000万人 連在香港和台灣加密是九千萬萬人,我們現在見不到一個可以代表大家聲音的政治團體、政黨 也都見不到一些好的出版物,一個報紙、一個電台、一個電視 一個這樣的東西可以把大家的聲音統籍起來,一個都沒有 很多次我跟大力的人說,如果吵架,議會當然是吵架的,我自己競選過議員 那時候美國國會,我每個禮拜都要很長時間做記者 議會這樣叫吵架,不吵架不是議會,美國也算好了 因為美國的規矩是,每個人不准和你是議員,我是議員,我不能吵架 我要跟Mr. Speaker,我要講一分鐘,你不能罵他,你不能罵那個 Speaker 那還有一個規矩,國際直接吵架頭,所以你見到 美國最早我們全部都遇過出個事,你一同不對,一說你沒有我個人 手袋扔出來決鬥,不同意見裏面是這樣的,每個團體 你如果沒有不同意見就是專制,一定有不同意見的 那這些不同意見怎麼做呢,是我最討厭的是你呢 而是我最討厭的是專制制度,我要代表人的聲音 所以這個議會是個結構,議會結構本身是個結構上面 各種不同的聲音,可以大家互相一個,討論也好,衝突也好,形成法案也好 所以最後你有一個代表性,我很年輕時看金地轉,我真的很受啟發 他當時在英國的統治之下,印度在全世界各地很多人移民出去 那金地當時在南非,就成立印度人國大會 可能會以為議會是政府,議會不是政府啊,議會主要是得到人民的承認之後 的合法性才是政府,才是有政府基礎 但成立議會成立一個 Congress 你知道美国那时独立战争,大陆会议,大家在大陆会议 后来大家有一种代表性成一个组织,不是我是政府,我要统治人,不是 因为大家将意见放在一起的平台,我出来之后,我跟袁爸爸认得广播很多 我也认得很多香港人,我真的很受感动,因为我出来美国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中我经历,见到大陆六四之后,我自己已经参加很多这些运动 我真的有时候很痛心,见到那些人开始很有热情 但是,你几个月之后,就变成最深的对象,不是共产党 是某个自己或者朋友,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人的性命 没有人解决的,你一定要解决的问题,你一定要有一个平台 大家要讨论,那你讨论的时候,你说你是代表很多人,你有什么道理 有些人就说,我只有几千人投票,几千人很厉害的了,为什么呢 你试试世界上任何一个海外的组织,你找一个可以代表几千人的 你找不到的,我可以找到现在,比如当时戴高乐做到这个事情 戴高乐在北非法国、北非直民做到这个事情,有其他很多人都可以做到 这个不是没有纤维,但是相当困难,而在现代政府 我认为呢,如果没有这个,没有选举,没有大家的参与呢 你是没有群众基础的,你是没有合法性基础的 有了合法性基础有选举,选了,比如我们选三个军员上尾 不等于说这些人就是政府,但是可以说这些人在有潮减的下 他会认为政府,这是两个概念,是没有什么意思 所以呢,人家说你做什么选,你回去夺权,我没有人夺权的 我只是一个讨论平台而已而已 我不是回去取代特首,但是等于这个议会没有取代特首的合法性 如果有正确的宪法,正确的这种立宪基础 你才有,现在这个香港政府是没有,它缺乏一个合法性基础 合法性基础,现代政府合法性基础,应该就在主权在民 People are sovereign,主权在民的时候有民意 那么你现在这个政府是没有这种民意的特首,是中央指定的,你知道的 那么很多人就说,你们是不是想分别中国啊 对,不关事的,你一个平台 至于分不分别是以后人民决定的,冬头可以决定,人民可以决定 没有人说,我现在大家,比如你两万人投票选这个议会 我就决定你要分别,其实这个议会要讨论的嘛 所以我觉得很多那些说法呢,是此事而非就不知道这个议会的真正功能是什么 我认为如果是有这样的一种选举的基础,是一个很大的一步来的 因为中国人社会中,从来没有那么长海外讲六千多万中国人 台湾有选举,我们知道几十年争取下来 那你现在在海外,你未见到有一个这样类似的组织 我觉得香港人无论从他教育程度、民主程度对法制的不同 对面内社会那里要解,各个方面呢,应该是已经超级合规矩 因为很多中国大陆的人在说,就是说 那些人民没有民主教育不行 这个专制者都是敢说的,你没多说香港人不行吧 香港人几万,二百多年前的美国人都可以了 现在什么理由香港人不行了 所以这个是基础的,这个是我自己的统杀 我都说了,我选举的权是没有被选举权的 香港人几万,二百多年 我都说,你自己都不许多了 阿玉,你每个人都在学习